嗨大家好,我是江帆 今天我们来到天文台 看一个Aspen Ridge的一个36尺面宽的样板间 这个户型叫Pandora 是一个3742尺的 地上三层的一个独立屋 这房子它是一个线带外面 有非常多的直线条 还有非常大的窗户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是这个一进门的门厅 门厅的高度非常高 因为它前面有一个两级的台阶 所以这个位置的高度应该大有11尺 非常高的一个门 加高的一个门 而且它旁边呢 有两个非常大的这个玻璃窗 在门旁边这里呢 有一个衣帽间 再往里面走 它因为是36尺的户型啊 所以它这个走道相对会窄一点 这边呢是一个客用的洗手间 楼梯放在这个房子的侧面这里 因为是现代屋啊 我们看它的楼梯都是做的这种玻璃的楼梯 黑色的扶手 它的楼梯踏板呢也是做的是镂空的 Aspen Ridge现在卖的这些独立屋啊 它都是一层十尺 二层九尺 basement也是九尺的一个标配 穿过这个走道呢 就来到了它的dining room 这个餐厅的区域 餐厅它的空间呢 是一个非常方正的空间 所以它中间呢 放了一个六人的圆桌 在餐厅旁边 它把这些墙壁都做了很多架子 可以放装饰品 整体一进来给人一个 非常温馨回到家的感觉 餐厅上面也都做了设灯 Aspen Ridge呢它的标配是送十盏设灯 那多出来这些呢 都可以自己后面来加装 在厨房跟餐厅之间呢 它还装了这个pocket door 那你可以根据平常自己的需求 把它打开或者关上 之后就是厨房的区域 这个户型它跟其他的户型 会略有不同啊 它厨房是一个相对独立的 并且是两边都有非常多的橱柜 然后中导放在中间 非常多的柜子 所以说有非常多的收纳 跟储物的空间 那这个厨房的中导也非常的长 这边可以放四把椅子 侧面还可以放一把 平常在这吃早餐啊都没问题 而且这么大的中导 你平常做饭操作起来 也是非常方便的 在中导的旁边呢 就是通向后院的一个门 推拉门是两扇的 它的厨房的标配的级别 其实是非常高的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gas炉头啊 是woof这个品牌是标配 上面的抽烟机呢也是标配 标配还有这个实材的 Course的台面 现在这个样板间 它是选了一个木色的橱柜 而且它加装了这个back splash 这边过来这个双开门的冰箱 它是一个升级的项目啊 这个真的是非常大气 那它其实标配冰箱呢 是一个不锈钢面板的一个单开门 上下的一个subzero这个品牌的冰箱 厨房旁边呢跟家庭厅之间 它有一个双向的壁炉 那天气冷的时候或者圣诞节的时候 把这个壁炉打开 是一个非常温馨的画面 然后到这边我们就来到了 家庭厅跟客厅的这个区域 它其实是一个相对开放的一个空间啊 它把这两个厅合在一起了 然后它是用这个day bed 跟上面的cofer ceiling呢来进行分隔 现代屋它都选了这个浅色的色调 墙面呢是非常暖的一个米色 然后并且做了墙线 在这个客厅的屋顶上面都做了射灯 那Aspen Ridge它的标配呢 就是一二三层都是engineering hardwood的地板 这个房子呢它选了一个非常浅的 非常暖的颜色的地板 是这种五寸宽的 在客厅的另外一边呢 这里是一个wide bar的区域 现在Aspen Ridge很多的户型 它都会在一楼设置一个wide bar 那你可以在这边加装一个酒柜 如果你是喜欢喝咖啡 喜欢喝红酒或者whiskey的话 这个区域对你来说真的是非常实用 上面呢你也可以upgrade一些柜子 或者是自己装一些floating shelf 放一些你喜欢的酒杯啊什么的 那这边它是一个加装的部分 在这个标准的户型上面呢 这边是没有柜子的 这边过来在餐厅旁边呢 是这个车库的入口 旁边还有一个衣帽间 车库进来的一些东西可以放在里面 这个3700尺的户型呢 它一共有三层 我们现在所处的二层 一共是四个房间三个洗手间 在一上来二楼的这个区域呢 它应该是空间比较大啊 所以它做了一些柜子 还有上面放装饰品的架子 我们先到它的主卧来看一下 这个位置呢 应该是主卧的门所在的位置 因为它样板间嘛 所以都没有装门 主卧进来侧面先是一个布置式的衣橱 然后这边呢 是一个非常方正的主卧的空间 二楼是九尺层高 地上是木地板 现代屋的窗户非常宽 是朝向后院的 然后旁边这里呢 就是主卧洗手间的位置 这个主卧洗手间 它有两个门可以通向里面 主卧洗手间 它的水池跟台面呢 它是分开两个独立的 放在洗手间的两侧 然后这边它的台面 其实是一个加高的高度了 使用起来更方便 而且看上去呢也更大气 那通常升级这种台面呢 根据这个整个柜子尺寸的不同 大概是在三五百的这个价钱 这边过来是一个独立式的浴缸 是在这个窗户下面 那在浴缸两侧分别是马桶 还有一个淋浴房的位置 整个这个洗手间呢 它的墙面跟地面 都是做了同样颜色跟材质的 这个浅灰色的砖 整体感是非常好的 而且Aspen Ridge它的主卧洗手间 是带一个垫的地热的 所以我们可以想一下 在冬天非常外面 非常寒冷的时候 我们踩在上面 真的是非常温馨 非常舒适 主卧出来侧面这里呢 是一个其中的次卧 它的窗户是对向房子的侧面的 那相对来说呢 采光会稍微差一点 所以我们通常在买房的时候 尽量选择在窗户 在侧面的房间 少一点的户型 然后再往这边 是一个共用的洗手间 这边呢 是一个小的Landing Closet 另外一个次卧 它这个次卧是一个套间 前面是有一个门通向前面的这个露台的 非常大的落地窗在另外一边 这个房间旁边有一个自己的布 是衣帽间 然后这边呢 就是套间里面的卫生间 最后一个卧室 我们进来看一下 它有非常大的窗 因为是现代设计嘛 在现代外立面的这种房子里面 很多它其中有一个房间的层高呢 会比九尺要高的 比如说这个房间 它可能有九尺半到十尺的一个高度 这个房间也有一个门 是通向前面的这个露台 小露台在天气好的时候 你可以到外面去晒晒太阳 那在冬天圣诞节或者是Halloween的时候 你可以在外面加装一个店员 就可以摆一些节日的装饰和灯具 二楼的洗衣房的位置 这边有个水池 然后这边可以放洗衣机和干衣机 上面还可以加装一个柜子 家里面杂物都可以放在里面 那现在其实很多开发商 百分之八九十的户型的洗衣房 都是设置在二楼 真的是非常方便 而且除了洗衣服以外呢 你家里面有一些清洁用品 比如说一些扫地机器人 你都可以放在这个房间里面 不会显得杂乱 二楼也是九尺层高 所以相应的baseboard呢 Aspen Ridge赠送的标配 也是一个七寸的baseboard 整体显得会更大气一些 那现在很多房子都喜欢现代设计 所以说它的拉手跟这个门的hinge 都可以选择黑色 Aspen Ridge它的升级也是非常的良心 整个房子的这个hinge升级成黑色 大概也就是三百多块钱的一个价格 那门把手呢整个房子可能升级下来 就是一千出头的价格 这个36尺的户型呢 是带一个三层的loft loft的标配呢 地面也是engineer hardwood的这个石木地板 八尺层高 我们这个现代屋的loft 真的是非常开阔啊 它是整个一个open的一个区域 现代外里面有非常多的窗 这两侧都有窗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推拉门 是有一个户外的露台 在这里呢你白天可以当做一个工作室 晚上可以跟家人孩子在这边看电视休息 如果有客人来的话呢 你也可以临时当做一个客房 它是有一个自己的三件的独立的洗手间 这个户型呢它还带一个户外的露台 空间也是非常大的 可以放一些户外的家居啊 或者你可以种植一些自己喜欢的植物 我们现在在它的basement的这个区域啊 这个房子basement它暂时还没有装修 那aspenridge它这个basement的最大的亮点呢 就是它送一个地热的地暖 就通常我们的basement可能 它的温度会比楼上会略低一些 下来可能会有点冷 那之后装了地暖之后呢 那这个basement的区域就更好用了 平常孩子在下面玩啊 或者你在下面工作啊 学习啊都不会觉得冷 我们今天看的这个pandora的户型呢 是一个3700多尺的户型 现在价钱呢是298万 那在天文台这个项目里面呢 还有一些36尺45尺的地块 价格是从270多万的起价 天文台可以说是在列治文山里面的一个顶级社区项目 啊这边所处的位置呢 是在16街跟bayview 非常核心的地带 从这边上到高速呢 都是10分钟之内的距离 到多伦多市区也大概就是三四十分钟的车程 旁边的私校资源非常丰富 在开车几分钟的距离之内呢 有三所非常有名的私校 一个是Holy Trinity 一个是Toronto Montessori School 还有Richmond Hill Montessori School 高中呢这边的公立高中是bayview高中 是带IB课程的非常排名靠前的一个学校 在这旁边呢 有非常多的华人超市餐馆 西人的超市 还有各种商店 可以说是生活非常便利 一应俱全 如果你喜欢今天这套房子 或者喜欢这个社区的话 欢迎随时联系我 我可以带你实地看房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